蓝白合作政党伦地 蓝白和谁振谁负18号就要揭晓 最终任前线够紧张 小鸡干脆先自己合体扫街拼声 我相信国民党支持者跟民众党支持者 现在都非常努力的在手电话 两边站的是国民党 我还是要喊一下 那个柯侯佩才是我所支持的 蓝白各自有信心 谁来当总统交给专业来 民众党派出求证民调公司总经理关志宇 国民党则是派出文化大学新闻系教授庄伯仲 在于马伴则由政治大学政治系主任陈璐辉一起参与 三元十七号晚间就要在马英九基金会开会 共同讨论决定采纳哪些民调 我们撒卡都系卡都的这来讲没有意义 应该挑选侯科配或科侯配来PK 来消费的民调来分析才有意义 公信力不佳 那做出离谱结果的民调公司 基本上应该也会排除 在同一个期程之内发布的民调不止一份 同一家公司不止一份的话 应该会采集最新的一份 这样比较符合学理 秉持公正专业 三位民调专家将讨论出蓝白正负 不过七号到十五号期间 坊间民调公司鲜少以猴科科侯对赖销 蓝白和对比式民调科侯配 猴科配仅差距0.1% 在误差范围内 渐渐是最新民调手机加世话各办 最符合柯正营要求条件 多为个人对比民调 会不会也因此早有定局 过去在学术研讨会 或是实务论坛都有其次交流过 我对他们两人的民调数量都非常佩服 相信我们应该可以愉快合作 双脚那些都是我个人主张 一切还要必须等三位代表会 做这样定案 不过到最后一刻都是未知数 蓝白和谁振谁负 登记日前最终定局也将呼之欲出 借过现场陈欣宇台北采访报道